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裡 我們除了鞋子 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買了回家裡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六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語力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 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元醫生你好 Hello Della好 大家好 是的 其實有些客人 上來我們店舖的時候 都會想問一些情況 就是 經常都要去洗手間 有一個療瓶的情況 去的時候 無論是男性、女性 都可以 或者很多時候 有時候也聽到一些孕婦 因為可能有一個療瓶 和胎盤 壓住 經常都要去洗手間 有時候他們覺得 好像去完之後 都還是有一些殘料 好像還未去得清 還未去得清 還未去得清 在這樣的情況下 都會影響到他們的工作 生活習慣 社交問題 然後他們就去找一些藥 來吃 可不可以可以醫治 但是如果在這個情況之下 應該會怎樣做好呢 其實很多人都有 你剛才所說的 尿頻 那樣 就去洗手間密一點 但是有些很困擾 他會漏尿 無緣無故一急 然後去洗手間 來不及 然後就賴出來 搞到很多人 就開始用那個 尿片 然後你想像一下 有多不方便 所以有一種好笑的 現在在日本 我最近一間去日本 你發現 現在日本當然人口老化 是一個很明顯的問題 現在開始很多 在你那些超市會看到 很多什麼是成人的尿片 很多很多的 除了10元 人很低 小時候用尿片 大的時候 很多人都有腰 在用尿片 這個我想是一個文明人 文明地方的 怪異現象 其實是不需要這樣去的 當然 有些女性 經常去尿急 安不住 當然有些人會盡量 出街不敢喝水 我也遇過很多這些情況 甚至大人也好 他也是為了這樣 出門 在路上盡量不要喝水 但是這個也是 本身的最後問題 仍然都在這裏 那些人企圖 去買一些 用一些治療的尿片 那些藥 但是你知不知道 這些藥是在搞什麼呢 你看看藥的方單 裡面就說 是因為我們處理尿液的膀胱 太過敏感 有些少許尿就好像要放了它 那它的藥是可以調整膀胱的機能 改善過敏的現象 回復正常的狀態 好了 你看到人類有便宜 當然是一個很正常的 還要用一種麻痺的方式來改善 其實你都挺害怕的 所有藥都是毒藥 記住 千萬不要忘記這個原則 所有藥都是一種非天然的物質 是一種身體的異物 生命的異物 一定是毒藥 而我們其中用在這些 排尿改善的藥裡面 毒物是Flavosex 即是山定中 大部分的市面上的成藥 有十幾種左右 都是這個主要的成分 好了 那這種藥的作用 既然是放鬆膀胱的肌肉 增加膀胱的容量 即是不要那麼緊 是吧 少少就要餓 放鬆它 好了 那你想一下 這些都是什麼藥 這麼蠢的藥 放鬆膀胱的肌肉 你看這些肯定一種肌肉的鬆弛劑 毫無疑問 即是鋼壓令你的肌肉鬆弛 是一種毒藥來的 毒藥才能令你的肌肉沒有力 在動物的實驗裡面 確定認了 是造成小鼠或者大鼠的胎兒的毒性的警告 已經做了就看到了 所以看到 如果孕婦用這些藥 是會形成畸形死產或者流產 因為我曾經提及了 很多時候出現這些問題是孕婦 在懷孕期間 即是尿急尿急 如果用這些藥 副作用是怎樣 是令到胎兒 K型死產和流產 多可怕 是呀 因為這個在動物的實現上 已經看到這件事 只不過因為想減少小便次數 吃到這麼危險、恐怖的藥 所以你付出的大肌肉是非常之大的 好了,不要只說 剛才那個胎盤的K型這個問題 還有其他嚴重的副作用 譬如休克 吃了之後就出現沉麻疹、浮腫、胸悶 背叛臉色蒼白、手腳冰冷、霧冷寒呼吸勤難 這就是全身過敏性的反應 是 當然 間中也會有些人是出死的 這是休克的症狀 第二是肝功能的障礙 全身出現疲倦、黃膽、皮膚和眼白泛黃的症狀 因為吃到一些毒藥 肝臟的負擔增加 自然產出這些症狀 好了,還未完 還有,皮膚障礙出診、髮紅、痕癢 消化器官異常、胃補不舒服、食慾不振 嘔心、嘔吐、胃痛、腹痛、胃食道、逆流 反酸 接著,神經障礙、頭痛、頭暈目瞞 麻麻的感覺、失眠、熱潮熱 還有,下腹飽障感 因為膀胱異常的症狀 就是下腹的地方 接著,排尿困難、尿滯流 這是非常恐怖的 搞笑的 我們現在用甚麼 處理排便問題 來尿滯流的問題 竟然它的副作用就是這些 要醫治的問題 成為副作用 好了,視力異常、眼睛感告疲雷 異常的畏光 其他就是胸部不適 胭口的異物感 聲音沙啞 為甚麼會使用這些異常全身的症狀呢? 因為患者吃了名為 所謂排尿改善的藥毒物混合體 這個毒性才是四處蔓延折磨全身的器官 好了,通常有禁忌 通常都是這樣 不能用的事 男性就會令前列腺肥大 惡化 十萬歲未滿十五歲 十萬歲不可以用 孕婦當然 孕婦期間服藥 安全性還未確定 排尿的異常呢? 如果排尿異常呢? 如果有血尿、排尿痛、膀胱痛、 尿濕癌的人呢? 以及日間是沒有頻尿的症狀 但一入睡覺才出現呢? 這些排尿恢復正常的藥呢? 排尿異常的呢? 立即是禁止使用的 奇不奇怪? 其實真的很奇怪 這些全是排尿治療問題的 竟然遇到這些排尿異常是不能用的 還有呢 他說呢 開車的人 駕駛的時候就不好 以及高處作業 因為會突然之間暈 突然之間睡 躺下來 所以這些完全都是不可用的 我相信任何的病人呢 如果有機會是買這些藥呢 是小心看看那個說明書呢 相信沒有人會鬥這件事的 是 這個當然是 其實根本所謂的副作用 等待你的病徵 為什麼還要吃下去 還要傷殘害自己 其實如果真的遇到這樣的情況 如醫生你行醫了 都接近30年的時候 應該一定遇過這些病人 在自然醫療的時候 會怎樣做呢? 當然啦 在我們36年 大概8年開始 到現在都36年 其實我們遇到的病很多 幾萬個都可以處理了 當然也有很多這些問題 要了解問題 譬如很多孕婦的尿頻 可能是尿道發炎 大家可能都明白了 尿道發炎 我通常最簡單 喝什麼呢? Cranberry juice 這個是 那個小妹 那個 曼月妹 曼月妹 的果汁 很多是很酸的 很多人就加上抑菌 很多人就會使用這個方法 當然 尽量喝多些水 也有些人是因为30元仔 在过程之后就松了 然后流疗 幸好我们有一些同类疗法的疗剂 处理这些是因为膀胱肌肉松弛了 所以用这个疗剂 我们有很多很好用的 如果男性跟前列线有关 当然用一些跟前列线有关的同类疗法的疗剂 所以在这方面 在我们过去的治疗 我们都想起来是没有什么失败的例子 我们是有很多很有效的方法 去处理这些困扰人的排疗以上的问题 我们不需要决大尿片 是一个很不方便的一种负累 所以我们遇到这些问题 记住在自然里面 有很多很多有效的方法 可以帮大家处理的 其实刚才也听到余医生说 基本上人的习惯 我们有饮水有新陈代謝 我们自然会有排尿排汗的情况 如果刚才所说 遇到的一些比较异常的频密 其实再检讨成因是什么 而是根据成因 找正确的治疗方法 不是故意在坊间上买这些药 其实刚才看到余医生解释过 那些药物里面的作用 真是将你那个 只是去膨胱的敏感度去减低 麻木了它 麻木了它 令到它也好像装了些尿 但是你想想 那个尿液应该排出身体以外 一些废物 我们不断麻木了 去增加量 一直不断带着那么多的废物 在身体里面的时候 怎会不会残害我们呢 所以大家听钟 用你们的智慧 用你们的常理 去判断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 而去找出适当的治疗功效 就不要麻木地跟随一些宣传广告 去问这些药物 今天我们就多谢袁医生和我们的分享 今天我们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的电话 和袁医生会诊 电话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语力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了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好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 by bwd6